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8日 欢迎收看新洲日报沙巴新闻 英斗咖啡您最佳的选择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日头条 联邦政府已拨款2亿2500万令吉 承担今年全年派发必需品 煤气筒及社区油桶计划 运输至内陆地区的成本 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长阿米战说 该计划涵盖6个州数 及沙巴、沙拉越、吉兰丹、登加楼、彭亨合集党 其中7970万令吉将拨给沙巴 他指出内贸部目前正从三方面改进执行机制 分别是采购程序、管制与合规机制研究 和瞄准社会社区 阿米战说油桶计划由政府 承担运输必需品至内陆地区 确保居民能买到与市区同等公道价格的必需品 七种必需品是白米 粗砂糖、面粉、石油、煤气筒、RUN95汽油和柴油 另一方面 国内贸易及生活费执法组 针对最近接获的朝圣配套诈骗投诉 开启88份调查档案 阿米战指出自称为受害者的一群消费者于去年12月22日 向不成及数个州署的内贸部执法组投诉 他说该些投诉涉及朝圣旅行社 没遵守大马消费人仲裁庭的裁决 以支付赔偿金与受害者 另一则新闻 新冠上任三把火 新任市长沙滨沙米达昨日视察里卡市湾公园后 布满设施失修及环境不卫生 下令市政厅相关单位从速改善 沙滨表示 里卡市湾公园的 环境清洁并没有达到理想水平 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 其中公园面对三大主要问题 即缺乏垃圾桶 环境清洁欠理想及公共设施失修 另一个问题是工作人员清理垃圾的速度很缓慢 导致垃圾久了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他也听取安荣百达纳小贩中心小贩的多项投诉 包括公测失修无法使用 石碳附近的污水发出难闻恶臭味道 以及小贩中心缺乏完善公共设施 吸引游客及民众到来 沙滨表示 市政厅计划在行人到急 脚车骑行路线设立更多的安全告示 提醒民众周遭环境可能潜在的危险 同时打算在公园种植更多花草树木 打造景色宜人的海滩园林环境 另一则新闻沙巴一所幼儿园老师嘲笑 一名六岁的自闭症学生是驼背孩子 还不小心将这番言论发到与家长的群组 尽管老师已第一时间删除这些短讯内容 但学生的父亲费赞已看到这些侮辱他儿子的字眼 令他心疼儿子之余也对老师的行为感到愤怒 他说自己绝不会对老师的行为妥协 并已正式致函教育部做出投诉 虽然老师已经向他道歉 但他认为仍有必要让教育部知道此事 另一方面沙巴教育局总监拿督来新塞丁表示 沙巴教育局将召见这名女教师 就这起已被广泛传开的嘲笑学生事件做出解释 他强调该局不会像任何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妥协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